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了刚开始他们只是为了充数量 不过从不断的错误还有经验当中 他们的技术也就因此越来越精进了 所以后来交出的作品 哪怕不是你刻意用心创作的完美作品 但是成绩也都不差 至于另外一个直组的学生 他们为了要交出一张完美的作品 得到比较好的成绩 可能整天就在那边思索了 然后搜集参考资料 做研究 结果弄到最后 他发现时间不够了 然后只够时间交出一张普普通通的照片来 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实验 我们常说这个种植不种量 不过很多时候 其实没有量就很难有值的 我们最常犯的毛病 就是为了要找到完美的计划 比方是最有效的减重的方法 或者是最棒的健身计划 最理想的创业点子等等 整天都在想 结果到头来 你发现根本没有着手去做 那像我自己的经验是 有时候比方常常需要写一些东西 做一些计划什么的 当你老是在想 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的时候 往往就会一拖再拖 这个时候你不如直接开始行动 像我有时候写了个开头 或者甚至你就直接跳到结尾去 然后你就慢慢的堆积 慢慢的修改 最后也就成型了 所以这个也就是计划跟行动的差别 当我们开始计划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有个错觉 以为说我们事情是有在进展当中 不过实际上你只是准备要去做事情而已 那么当你发现你的准备 最后好像成了一种拖延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告诉自己 要开始行动了 好 这也是一个人想要养成 某一种好习惯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开始行动 然后就是要持续重复这个行动 我们常常听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习惯的养成 到底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不是有一个叫做21天效应的这种理论吗 就是说任何项行为 只要你重复执行了21天 就可以把它变成自己的新习惯了 所谓的21天呢 当然我们知道重点不是在这个时间的长短啊 而是在你们持续去做这个行动啊 而且呢你重复的频率如果越高 越容易内化成自己新的一个行为的模式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谈习惯养成的时候呢 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采取行动 然后持续它出现的频率 好 当然啦 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到呢 那么最近呢有一本还蛮被广泛讨论的书 叫做原子习惯 它的原文呢是Atomic Habits 就是谈到说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呢 你可以怎么做 然后呢又可以如何利用一些 像是原子一样微小的改变 来累积成一个巨大的成就 我们休息一下呢 稍后要来聊这本书 为您访问到的是世纪智库创办人 暨执行长徐景泰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周末练金术 我是周慧婷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书呢 书名叫做原子习惯 主要谈的是怎么样 借着一些细微的改变呢 为自己带来巨大的成就 我们都知道习惯很重要 好的习惯呢 让你生活充满活力 那么坏的习惯呢 会让你离成功越来越远 但是呢 要怎么样利用习惯来改变自己呢 这个好习惯可以怎么样的培养 坏习惯可以怎么样的戒除 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 这本书的原文书呢 是在去年出版的 那么它的中文翻译本呢 也在几个月前 才刚刚上架而已 我觉得在所有谈这个 习惯养成的书当中呢 这本算是写得很不错 还蛮好看的 那么里面结合了很多的科学实证 而且呢 这个作者也提供了读者 非常多具体的做法 我觉得蛮值得大家来试试看 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世纪智库创办人执行长 许景泰 Jerry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哈喽Jerry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谈这本书 要来先认识这位作者 詹姆斯克利 James Clear 他是专门研究行为改变 还有习惯养成的一个讲者 那么事实上之所以 进入这样一个领域 跟他学生时代的一场意外 有蛮大的关系的 Jerry要不要跟我们 先分享一下 好我觉得刚刚慧琳 讲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习惯的书有很多 那为什么这一本书 我觉得很棒 因为作者本身用他自己亲身见证 他怎么样去改变他的习惯 成就未来 就是他现在的一个成就 跟他的高二的时候 他在打一场棒球有关 他高二打棒球的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 参加他自己的校队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时候被K到 K到以后呢 他的鼻梁歪了 然后头骨都坏了 那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次意外 但是这个意外呢 影响了他不能参加这个棒球队 甚至连先发的位置都没了 连板凳席都把他剥夺 甚至当时这个意外 也危及生命 是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意外 那到后来的时候 他在讲的过程中 我觉得最shock的地方是 他在六年以后呢 他进了大学以后 利用了今天这本书的书名 原子习惯 他发现细微的改变习惯 会让他成就很多事情 所以六年以后呢 他不仅呢 是成为先发的位置 还成了全美 很重要的一个明星的球员 而且是校园的风云人物 那他就想要分享说 他到底怎么样去反败为胜 怎么样在这么严重的冲击以后 利用微小的习惯 然后六年的改变 成为一个明星的一个球员 对其实我觉得对这个运动 原来讲真的 有时候意外的伤害 真的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你可能从此就不能再过 再回到运动场上去了 甚至这个意外 甚至可能危机到你的生命 我们刚刚讲到 不过在这个复健的过程当中 他就发现到 习惯对一个人的影响 真的非常大 那么这本书呢 包括他后来的 做相关的研究 也是基于他自己 这一方面的经验 好这本书叫做 Atomic Habits 原子习惯 从这个书名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念 这个原子 我们知道是非常小的物质 但是经过无数次的分裂呢 它可以产生 非常巨大的爆炸威力 那么同样的这个习惯 小小的习惯 经过长期日积月累 也会造成一些 我们一开始 可能没有期待的结果 这个结果可能是好的 也可能是很糟糕的 那么这个作者 这边特别提出了 这个投资学上 所谓的复利效应 来解释这个习惯的效果 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复利效应应该简单讲说 我们复利就有单力 那很多时候我们对复利和效力 常常会听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每天进步1%的时候 如果连续一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的惊人的威力 可以高达37倍 但是如果相对而言 你如果每天呢 退步1%的时候 甚至这个的落后会比1%的值 还负0.03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复利效应其实是一个 看起来微小的日常行为 但是会产生巨大的改变 我觉得特别一提就是说 很多人认为 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目标 好像马上就要看到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线性型的成长 好像我们努力一分 就有一分的收获 而且我们从小就教育是这样子 一分耕于一分收获 其实答案是不是 尤其是我们进入职场以后 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我努力那么久 为什么英文学不好 我努力那么久 为什么锻炼身体 好像也没有瘦身成功 其实作者要告诉我们 其实多数的时候 不会有这种逆转 突然之间的改变 都是微小的习惯 所以它称为这个原子习惯的原因 就是看起来细微 但是长久累积以后 成为一个复利效应 然后会造成一个很重大 一个巨变的结果 对我觉得人对改变 常会存在一些迷思 就看到有人突飞猛进 觉得他好厉害 但是不知道 其实他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他是压着滑水 一直在默默前进的 然后他这边举个例子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是他在讲这个英国自由车队 过去这百年来 这个自由车队的表现 一直很差的 几乎没有得过什么大奖 但是在2003年这年 他们换了一个新教练 这个新教练做了一些新的策略 造成这个自由车队 后来出现的大逆转 这个故事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我觉得意思 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我觉得看过很多的 刻意练习或习惯的练习 我觉得从例子当中 会理解说到底怎么去做 其实作者告诉我们说 这个教练只是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开始拆解 每一个环节的步骤 举个例子 例如像说自行车 它可能有很多步骤 可能是我们在座位上面 要去调整 可能是我们在练习的某一个小环节 要去调整 他觉得第一件事情 这个教练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先拆解微小的事情 然后试图在微小里面去改变那百分之一 但是加起来的总和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复利效益一样 他可能是一个巨倍十倍二十倍的一个改变 所以刚刚慧婷也讲到就是说 其实英国自行车队在一百多年来 其实他没办法得冠军 但是因为2003年这个教练的加入 他透过这个拆解以及微小的改变的时候呢 他在五年后成了北京奥运夺冠 而且夺冠还不只是一个 而且拿下六成的金牌 而且我觉得最下格像我自己也有在看 像说这个环发自行车赛 他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赛事 那他不只是拿下一年 他是甚至在后来的伦敦奥运 以及环发自行车赛 连续参联这个宝座 我觉得最难的是他不是一次 表示这个的习惯定律是可以去用的 是可以验证的 没错 他说后来十年里面 拿了一百七十几座世界冠军 那你刚刚讲这个拆解项目包括哪些呢 我觉得蛮有趣的 包括训练肌肉的方法 每一个这个运动员的睡眠 休息 饮食 连他们按摩的时候要用哪一种凝胶 都去研究 我觉得还找了外科医师来 教这个选手们正确的洗手方法 什么原因呢 目的是避免感冒 让你身体维持在最佳的状态 那刚刚Jerry提到 我觉得蛮重要一点 就是他们教练是在2003年来接手的 但是呢在2008年北京奥运才夺冠 表示什么呢 表示经过了五年的努力 这个习惯慢慢日积月累 并不是一蹴可及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又说明了习惯日积月累的重要 没错 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看到一个 某一个人的强项觉得很好 我觉得设定好目标 就会达到那个我们想要的目标 但通常事与愿违 就好像努力以后觉得没成果 很快就放弃掉了 其实这本书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 就说拆解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看起来这个的拆解 可能只有成长一点点 但其实差很多 我看过其他的书 类似的书 它里面讲到科医练习 也类似的概念 就说很多的职业球员 他可能胜出就是那几秒 或者是那个职业球员到后来的练习 其实我们重复的训练 其实是无用的 因为方法没有改变 你只是重复做一个动作 那个动作其实是错的 或那个动作其实是无效的 甚至是可能衰退的 其实反而是伤害了运动球员 所以我觉得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也会自己问自己说 有没有习惯是我们的惯性 那惯性可能是我们的坏习惯 那惯性可能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们没有去复盘或检讨 这件事情 导致于我们用错的方法 怎么会产生错 这个对的结果 对的结果呢 是没错 我觉得这很有趣 刚刚Jory提到很重要 就是说通常这种改变 刚开始小小的看不见 所以我们常在跨越门槛之前 这个习惯其实带来的改变 让人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你很容易就日复日 怎么我运动了 一个月好像体重还是没变 我每天读英文读了半小时 怎么一个月下来 好像英文也觉得没有进步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突破点 所以很容易就放弃掉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觉得好习惯 没有办法让大家维持下去 还有个很主要的原因 他这边特别提到 就是说我们往往太关注目标 就是我们设定说 那个目标在那里 我就是要达成 但是忘了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 应该遵循那个系统 所谓系统就是过程 这个部分Jory 要不要再给我们多说一下 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是他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方法论 而且是简单可以实践的 他举了一个 刚刚慧婷刚刚讲的一个问题 说多数人设目标为一开始 举个例子例如像说 我想要瘦 八公斤 然后作为一个目标开始 但是作者告诉你说 要先思考一下 你为什么要成为这样子的人 我觉得这蛮重要 就是说我们要瘦 可能是想要成为某一个明星吗 还是自己 发自于自己内心的一些身份认同 或角色的设定 所以可以先从这个方向前进 例如像说 我其实想瘦 最主要是想要健康 我觉得我的健康出了问题 所以你就会思考说 如果让我每一天更健康 这个身份认同做起心动念 也就是 我觉得有一些书 例如像说 先问自己的坏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先问说 我要达成什么话词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先确定你的身份认同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 第二个就是 你要去从过程中 去找到这个系统里面 怎么去改善 最后才是 你伴随而来的目标结果 所以这是倒过来的 我们一般是先设定目标 对不对 想要朝到目标 他应该倒过来说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为了达到这个人 你先把自己当 他这边举了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 今天如果有人 他正在戒烟 想要戒出这个坏习惯 如果旁边人问你要不要抽烟 这时候 一般你会有两种不同的答案 一个是 对不起我正在戒烟 另外一个人 他的回答可能是 对不起我不抽烟 那这两者答应 比较容易接近成功呢 就是你先设定自己 已经是个不抽烟的人了 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的 朝那个方向去做 另外这个作者 他也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他有个朋友 光靠这一句话 就成功减重了 不知道八十磅还是多少 哪一句话呢 就是 如果是健康的人 会怎么做呢 比方说他走到马路上 如果健康的人 是会搭计程车 还是走路呢 然后走进餐厅 他会问 如果是健康的人 会点的是沙拉 还是炸鸡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 你先把自己设定为 你是个健康的人 自然就会去做一些相关 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另外就是 但是他这边也提到说 就是我们刚讲到 不要设定目标 是要遵循一些过程 比方说 你把这个目标达成 当做是个短暂的改变 像房间很乱 那我把它整理好 作为我的目标 但是呢 这样子很容易你又乱了 也许你应该设定一些过程 比方说 我的习惯是 把东西放回原位 或者说 我的桌上 永远只保留三件 或四件东西 把这个东西变成你的习惯之后 就自然而然 这个习惯就会比较容易养成 对 我觉得这很棒 其实有另外一本书叫 《微习惯》 中 台湾有一本书叫 《惊人习惯的力量》 都是在讲习惯 对 他里面讲了一个 跟作者刚刚讲的一样 跟慧婷刚刚讲的一样 他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在启动的时候 不要先做 我们也许有定一个大目标 但是我们在启动的时候 因为要成为那样子的人 我们一开始就不是那样子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先 有热身的感觉 所以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作家 你不要先说 我要写一本书 那永远答不成 对 你可能说 我一天先写个几行 然后把它 PO在我的脸书上面 然后先成为一个习惯 你慢慢去养成这件事情 我觉得习惯的养成是从微小开始 不是从大的改变开始 没错 从微小开始 从简单的地方开始 这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精神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聊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树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原子习惯 这本书为您邀请到的是Jerry 世纪智库创办人兼执行长徐景泰 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刚谈到了很多习惯养成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几个key point 包括刚提到说什么0.01的法则 就是每天进步1% 一年下来可以进步37倍 那么如果相反 相反你每天如果退步1% 也就是0.99乘以0.99乘下来 一年之后你可以退化到趋近于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复利的效果 另外也谈到这个改变习惯最有效的方法 不是一直想着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而是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么第三我们提到了 不应该一直想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而是着重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 那么所谓过程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主轴了 这个书章庸呢 提到这个建立好习惯的几个法则 来Jerry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一个 我觉得可以再补充 就是我们一开始不要先以目标为主 我们应该启动的时候 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是多数的人可能会说 这个有点抽象 例如像我想要成为一个很会演讲的人 或我想要成为一个作家 其实还是抽象 其实作者给了一个很具体的方法 就是我们把身份认同 或想成为那个人 把它具象化 他做了一个方式就是 例如像说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成为作家 我们可以先问自己说 那我先具象化想要成为这个人 那我每天的习惯 可能每天先写一页 或每天先写几句 或者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很会常跑的马拉松选手 或运动家 那我可能每天告诉自己说 那我每天先跑个一公里 先从小的地方开始去做 然后告诉自己 我已经踏上这条路了 我已经开始成为那样子的人了 我是个运动的人了 自然就会过着运动人该做的事情 没错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秘密那本书 就像吸引力法则 你开始成为这样子的时候 你的系统也会开始改变 你在思考你自己 你在设定你自己的定位和人生的时候 也开始走上不一样的路 而这个的改变 也许只有0.1% 然后每一天每一天 你的方向调整 你就开始走上那个轨道去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开始 你刚讲的这个吸引力法则 其实也是接下来 我们要谈到这个习惯的四个法则当中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他这个四个法则其实是奠基于 他提到习惯形成 通常会经历四个步骤 对不对 这四个步骤分别是哪四个步骤 然后根据这四个步骤 我们可以订定什么样的法则呢 对 这四个步骤我快速的讲一下 也许听众听了以后 可以先记下来 或者是想一下 你是不是有用这四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要让提示显而易见 第二个叫做让习惯要很有吸引力 不然你不会启动 第三个就是让行动呢 轻而易举 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那最后一个就是很重要了 你做了那么多行为 当然要让奖赏 要让你自己觉得满足 好 我们一个个来讲吧 这个提示显而易见 什么意思 提示显而易见 因为作者举了很多 我举我自己在看了以后的应用例子 例如像说我每天呢 其实我是早起的人 但是因为我 因为要大量阅读 以及我做的工作有关 所以我就会自己第一设定闹钟 但是我设定闹钟不是每天设定 我可能会告诉自己 每个礼拜四是我写作的时间 所以我就会特别在睡觉前 我把我的闹钟设定五点钟要起床 这习惯太难了吧 很难对不对 很难举行 但是他会告诉我 这想了以后 我第一件事情不是马上去写作 我应该告诉自己说 不如你第一件事要先起来 很难对不对 我会告诉自己说 先泡一杯咖啡 先坐在那边有一个享受 很多时候 对要有一个吸引力的诱因让我在那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用目标来设定 你会很 会马上懈怠 会马上说 哇这个太难 因为不是你原本的习惯 所以我会告诉自己先去泡一杯咖啡 也许这样子就花了一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的东西 但没关系 这就要一个乐身 这好像一个运动员上场的时候 他没有乐身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出手 所以我觉得提示显而易见 可以在明显的位置 或者是用设定闹钟 或者用科技的方式来辅助你 成为一个系统体制 这只是举其中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可以去思考怎么样让你提醒你自己 这也是很好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 显而易见有时候像我们读书很难 或者说我们阅读其实有点困难 你其实主读书会也是一种push的方法 对不对 那你说我的书读不多 没关系 一个月读一本书 那你找那种 本来就自己也爱读书的人去push你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 他可以电话提醒你 或者是传讯提醒你 给你说这周要读哪一本书 这也是一个开始 书不见得要读完 但是跟这群人在一起也会也影响 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作用 你现在讲的这个是作者书上提到的 创造一个环境 对 你让那个环境成为你必须要去做 这些习惯的一些提示 另外他有个提示 我觉得也蛮好的 就是说你要让你的这个习惯 变得非常的具体 具体 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早上几点钟 起床泡咖啡 泡完咖啡之后 要看多少时间的书 你不能说我想当一个会运动的人 喜欢运动的人 这样就太龙头了 没错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 我在每天晚上五点钟 就是比方回到家之后 我就换上运动鞋 然后我就要走出家门 运动半小时再回家 就是你要把它写得非常非常 时间地点要把它写出来 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是蛮 蛮具体的一个方法 另外他自己也提到习惯的堆叠 对 就是说有些既有的习惯 你可能把新的旧的绑在一起 比方说你 你说你清晨五点钟起来 你都会泡咖啡 对 把读书的习惯跟咖啡绑在一起 喝完咖啡就可以去看书了 是 我觉得堆叠其实蛮重要 其实有一本书叫刻意练习 其实作者也有用到 其实一万小时的练习 其实不见得有用 但是最重要是方法怎么样去启动 或者是怎么样去做对 其实作者讲到堆叠这件事 我也很有感觉 就是在你堆叠的过程中 你要问自己这个的习惯 其实是不是对的一个习惯的态度 那怎么样去确认堆叠的态度 后面当然会讲到就是你要有一个反馈 是 反馈 那最后当然我们会讲到反馈的部分 但是你要切记一件事 一开始看似微小 但是呢 后面会很重要的 会有巨大的改变 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说 这样真的有用吗 会不会读太少 我觉得我们之前读书的时候就说 要读越多越好 对 但这本书刚好相反 还会告诉你说 没关系先从一页 先拆分一页 我们先有一个进度开始 你自己的经验呢 我自己经验是这样子 我觉得先习惯这个习惯 而不是先习惯这个行为 而不是先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成果 就像作者说的 你可能刚开始 你就先把这个书拿出来 放在那个地方 对 没错 像我自己的习惯 像我在看书 我一年大概要看一百本书 这是一定要的 因为我做一个知识型的阅读 起先呢 我会觉得很痛苦 因为我觉得 好像拿书好像就是要开始看 从头看到尾 后来我给自己一个目标说 没有我想看我自己想要看的 然后先十分钟就好 我不要那么累 所以我会说 那十分钟常常那边挤出来 其实我有小孩我也很难 对不对 那我就说 那中午要去吃饭前 我自己做老板 那我就说 中午吃饭前 有十分钟我先静下来 翻重要我想看的地方 先好好的看 几页就好了 我就觉得 我已经完成一件事情了 我已经踏入 完成这本书的路上了 我不要马上告诉自己说 我一口气就要看完 我一定要从第一章看完 没有 完全打破这个的法则 是 他这边还举了好多个例子 我觉得可以让听众参考一下 每天早上 倒完咖啡之后 我会静坐一分钟 脱下上班的鞋子之后 我会换上运动服 每天中午我合上了笔店 准备去吃午餐前 会先做十个服务地挺身 还有晚餐前 说一件当天让我开心的事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清楚 而且非常具体的习惯堆叠 相反的如果想要借坏习惯的话 怎么做呢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聊的是原子习惯这本书 刚刚谈到了很多 建立好习惯的方法 那么相反的 想要借除一个坏习惯 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那个习惯的提示 从你的环境当中移除 也就是让这个提示 变得非常的不显而已 对 我觉得很多人有一个坏习惯 或者是自己没有发觉那个坏习惯 其实最主要的有一个原因 可能我们的环境影响了我们的习惯 举个例子 例如像说手机在旁边 你其实很没阅读 太容易取的 对 太容易取的 或者是你很容易分心 不见得是阅读 你可能有时候要做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想说 是不是有人line我 可能是有人传讯给我 这个的环境其实会塑造我们的一个坏习惯的养成 我再举一个例子 其实有很多人睡眠不好 是因为手机放在旁边 他就会觉得好像睡得不安稳 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 如果手机放在你的卧室外面睡得特别好 在里面你就会一直心里有一些心事 没事就去点一下 对 没事点一下说 一定有 刚刚睡觉前可能有一个po文 po文以后应该有人会按赞 有人会回复 或者是我可能传了一个line 他应该马上会回复 怎么还没读 没错 已读了怎么还没回我 对 然后你就会睡得很不安稳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要先发觉说哪一些东西是干扰你 去阻碍你 阻觉你好习惯的养成 把那个最干扰的阻觉因素把它写出来 甚至列点出来 试图的先去排除 我这边再举一个我自己最有感的例子 我自己最有感的例子就是说 有时候我要工作 但是有时候回到家你就会觉得很懒 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感觉 明明明天有一个报告要做 明明明明明天有一个提案要做 我就想要拖到最后一刻 因为我觉得会告诉自己说 今天工作那么累了 我干嘛这样呢 工作和生活有点平衡 那我应该好好的轻松 完了 我看了一个Netfreeze的影片 一拖 然后又哄小朋友上传 我整个就累瘫了 我连报告都懒了些了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启动的动作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在作者里面讲到就是所谓的提示 跟习惯的吸引力 我们这边讲一下吸引力的部分 我觉得吸引力呢 其实是一个诱因 让你很清楚说这个的吸引力 要怎么样去产生 那你要去设置你的环境的一些 通常你想要养成的这些习惯 都不会是太有吸引力的 比方说你要很辛苦的运动啊 你要用功的读英文啊 什么这个基本上都不太有吸引力 所以怎么样让它变有吸引力 其实作者也觉得 我觉得他用一个方法 其实我自己在做简报 也会用这个方式 我会告诉自己的吸引力是说 先去启动十分钟 不要说我坐下来就说 那个报告要写两小时 我跟你讲那吸引力绝对大退 因为想说两小时都要在上面 那晚一点做好了 就开始有拖延症的习惯 那你就说十分钟OK 我可以上手 那你就会发现有一种状况出现 你做了十分钟 你突然有灵感 是 你就往下做了 对对对对 有时候一做就半小时四十分钟 对然后你就忘记时间了 特别手机不要记住 不要放在旁边 提醒 你会觉得哇 我可以做半个小时 是 其实很棒的 那你半个小时也许没有做完 但是你已经完成一半了 另外 你可能只要再花个半个小时 那你可能明天早一点起来 你就把它做完 其实习惯的养成也是这样子的 它是有一个阶梯的 它不会做一个直升机 或者是做电梯 你要先有一楼 你就会很自然 一楼我可以爬 我就爬到二楼 所以它会一步一步有一个阶梯式的 不会是说 哇这要爬五楼 我要很累耶 对 我要爬十楼很累耶 所以先不要想一个目标 先想一个吸引力 先有第一阶 完成以后 给自己一个小鼓励 那我觉得这很重要 还有他讲到这个 让习惯有吸引力 另外一个好方法 就是诱惑捆绑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你想做的事情 跟你需要做的事情 把它绑在一起 我觉得需要跟想要的东西 常常无法在一起 那如何去确定需要 这边我用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来说 其实很多人在需要的动机上面不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在设定这个目标 可能不清楚 其实我们刚才有想到 就是一开始去确立写作也好 运动也好 刚才也有提到说 因为运动 福利引申不是一百下 我们可以用十下来确立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数量的一个概念 在里面 这也是一个确立 所以需求是需要结合数字的 需求可能要结合时间的 需求甚至要有一个地点的 这些都是一个确立需要 然后去捆绑住你在那一个环境的假设 那越不具体 越抽象 其实你就有怠惰的行为 我有做啊 但是你不可衡量 你不知道做得好不好 你也不知道这个需要强不强 那你有没有实现到第一步 或第二步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边我是简单的 分享一下书中可能的案例 然后你可以去运用的一个场景 好 讲到这个原子习惯的培养 怎么样利用细微的改变 带来巨大的成就呢 有四个法则 刚刚提到的前面两个 一个是让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提示 非常清楚的在你眼前显而易见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聊到 让这个习惯变得非常的有吸引力 你可以把诱惑就是想做的事情 跟必须做的事情 把它放在一起 那么可以增加你从事这个习惯的一个动机 那么另外两个法则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聊 好我们继续聊怎么样养成好习惯呢 就是让行动变得非常的轻而易举 什么意思呢 轻而易举其实有两个法则 一个法则是我们刚刚有讲过了 例如像说我们写简报可能要两小时 但是你可以用十分钟展开 例如像我们要做一个作家写作 我们可以先从一页开始 或者是几句话先PO在Facebook上面 去测试反应 然后叫告诉自己 我们已经往这个道路走 简单来说就是把大的目标切成小的行为 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作者也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目标想得很完美 完美其实不是错 错的是你一开始想完美你会很沮丧 就是我要找个最快速的减重方法 然后最棒的健身方法 最有效的英文进步方法 对因为我们脑海里面会认为 我们的目标的完美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完美形象 但是要从没有到完美 其实要有阶段性的过程 所以作者一再的提醒 其实有瑕疵 或者是你有一点点这个没有做到 不要气馁 或者不要放弃 最重要的是坚持下去 这个的原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我最有感觉 是我在运动这件事情 其实我去年40岁了 那我自己突然发现说体力不太行 然后其实自己开公司开了四间公司 然后其实非常忙 然后员工价格有一百多人 其实我觉得在很忙的过程中 你会有很多的借口说 我不运动是有原因的 我下班怎么玩 我还要陪家人 还要陪小孩 你太多原因了 对吧 那我觉得刚刚有讲到降低阻力 或者是追求完美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那可不可以请一个健身教练 也许是花钱买时间 但是因为有健身教练 然后健身教练会跟我讲说 如果你没有事前请教的话 你的钱会被扣 然后我就想说 哇那时间一定要去 所以我永远礼拜一的中午 我永远就会去 OK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训练过程中 我发现一件事情 健身教练一直告诉我说 你很棒 你可以 其实我明明心里 OS知道 我有够烂 我年福利女生只能做个十下 或者是他要求的十下 我可能做不太好 或者是我觉得隔壁那个健身教练 或者是那个已经运动很久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啊 他是一个我觉得我追求的理想 甚至他已经开始有腹肌 我怎么还是一块肌 所以我就觉得追求完美 让我觉得很大负担 但是有一个啦啦队告诉我 我很棒 或者是他告诉我 其实是很正常 他给我的鼓励 我开始假装我好像是会的 那这个不追求完美的时候 开始练习 我刻意练习了三个月后 我开始习惯了 那重量的也增加了 我开始觉得在以前我认为很难的东西 我也觉得我进步了 我开始从一楼变成五楼了 我开始可以追求十楼的目标了 我觉得这个追求完美的事情 其实是可以被克服的 只是我们要从微小里面培养起 是没有错 另外这个就是不要设定太高的目标 追求完美 另外一个蛮具体的做法 这边做自己的建议就是所谓的两分钟法则 对不对 对两分钟法则 其实是一种最小单位的概念 我们讲微小微小微小 其实就是从最微小的单位 那什么叫微小呢 就是你可以轻而易举可以做的 你说轻而易举 例如像说背英文好了 以前你会说五个单字可以 那你说十个单字很困难 没关系 从五个单字开始 我其实看了很多的习惯的书 他也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在学习一件事情 其实什么是比较轻而易举 就是百分之八十是你会的 百分之二十有一点点难度 这个是好的 有点像说 你的英文单字有五个英文单字好了 你有三个英文单字是很简单的 有两个是新的 你就会觉得有点成就感 你会往下走 如果假设呢 你是五个都很难的 句子很长的 你要挑战自己 我跟你讲你明天可能就会放弃 或者是无法持续 所以要告诉自己 其实进步是先从自己熟悉的环境 然后有一点点新的刺激来往前 这个就是从最低门槛开始 从微小开始 所以那个的量级因人而易 但记住是为了让你持续下去 而不是让你觉得 哇这个挑战很大 我跟你讲你明天可能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也聊到了 就是这个第四个法则 就是奖赏要令人满足的 就是你可能要有长期 跟稳定的报酬 比方说体态开始出现慢慢的改变 然后英文有点小小的体色 或你账户里面的这个存款 慢慢的往上升 那其实就是一个令人 会有勇敢的满足 对很有感觉 其实我去做健身房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叫我去站一个体重机 去量体脂 如果没有那个before after 其实我也搞不清楚 这个的奖赏是什么 好像感觉有变瘦 但是你看那个数字 你会觉得很具体 我好像这慢慢的练习 其实三个月可以达成 别人可能很重度 他一个月就达成 但是我实际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切记一件事情 那个奖赏 其实是用数字衡量 或者是让自己觉得 哇我真的进步了 有往前了 我真的开始走上这个不一样之路了 我觉得这很重要 好我们今天这个原子习惯 快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作者提供给大家的 这个四个法则 这个Jerry要不要快快 再跟我们再复习一下 好我觉得四个法则 记住你开始要做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要用提示显而易见 先来思考一下周遭的环境 有没有什么提示 让你去刻意练习走上好习惯 第二就是你的习惯 要有一些吸引力 有没有什么吸引力的法则 让你的需求 跟你的习惯的行动绑在一起 那第三个就是 你的行动一开始的起步 以及持续下去 千万不是一个很难的 要轻而易举 最后一件事情 做那么多事情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小的奖赏回馈 不要等到全部做完 再给自己一个大回馈 你在路途中 就要让自己有 我自己很不错 给自己一点小奖赏 你就会往这个成功路上迈进 OK好非常具体的几个方法 我想这个万事起头难 不过从现在开始 建立自己希望拥有的好习惯 是一点都不迟的 我们祝福大家 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也谢谢Jerry 今天跟我们聊这么多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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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